好的各位 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赛诺的超级弹配队 我没有带行丘哦 我怕挂水 挂水太厉害了 打个兔超级弹 还没吃过这个阵容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哦 现在 哦 这里我就怕被打断了 哎呀 能量是不问题 我怕等到下一层能量不够 哎呀 可能能量真的不够 赛诺的能量是个问题 好的 来到第二层 哎呀 能量果然有问题 很难受 哦 满了满了 哦 哎呀 没事 我 86 我 没 到 嗯 我 还行还行 哎呀好像我能量也有问题 太容易暴毙了 这个需要操作的 好的我们来到第三间 哎呦 这是哪儿呢 还行还行 哪儿呢 快点快点 哦结束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好的各位 以上就是我塞诺打这个超级战反应的这个基本情况了 感觉比我的克勤打超级化还是要快一点的 看一下我塞诺的基本面板吧 我的武器是这个决斗之枪 适应物 这个决斗四件套 可以带如雷 但是我如雷没有精通沙漏 我这里带着精通沙漏 明日座是0命 天赋199 大家如果有那个三度的专武的话 是能够一波就能解决 解决掉那个 那个最后的boss的 有专武还提升挺大的 还有就是他明日座 明日座来个一命 两命 反正肯定能一波就能解决掉那个boss的 然后我的草绳就是普通的武器 记底书 摄影物 草套 金金暴 两命 686 队伍里有97人 所以草绳不用去堆1000精通 97人就是打超绽放的同样的摄影物 夜兰的话 我的夜兰是699 明日座 一命 一命就够了 两命的话可能挂水太多了 不太好 雪原套 反正赛诺打这个超级战反应还是可以的 伤害比那个我的客行打超级化是要高的 解决怪物的速度也要快很多的 问题就是缺点能量 我的我的赛诺充能的话是多少 122 大家如果130的话 打这打这次深渊应该 每轮循环就可以了 我这我这个赛诺就是稍微差一点 应该130就能稍微循环的好一点了 反正赛诺打起来啊 就是没有抗打断 这种奶妈还是挺刺激的 还是挺刺激的 感觉赛诺应该还是一个缺对友的状态吧 感觉草绳和赛诺也不是很搭配 感觉需要再来一个能够提供 好抗打断的 比如说可能是未来的爱尔海森什么的 对不对 好的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键 赛来支持一下 那么我是梅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